我最近的一個系列 但是因為我做服裝也蠻久了 可是最早我是美術系出身 他在法國是念服裝 那台灣我國事班是文創 所以他基本上跟藝術服裝 還有產品這個概念是融在一起的 那最近幾年因為我們講的是一個跨領域 那所以我就把有一些跨的媒材或跨的元素 然後表現在服裝上 那現在看到這兩套 你看起來可能是山水跨 可是事實上那時候在跨的時候 其實它是一個抽象的概念 其實是抽象 然後人是立體的 所以因為它抽象 我們就看它的時候 你就會多一點想像 你知道我唯一最看的董俊這邊有在老師的印象 你知道嗎 這個如果蓋在大腿上就不得了 就很像是這個文體 對 然後所以抽象的這個元素呢 尤其是人它是會動的 所以可以透過不同的 或者是透過採檢跟線條跟空間的分布 你可能就會有更多的畫面跟想像力 所以雖然平面是一幅畫 可是你還看到人穿的這衣服的時候 你就看到好多張畫 對 而且每個人穿起來會有每一個人不一樣的感覺 對 所以如果你知道我現在在穿這套衣服的時候 其實我頭是在暈的 為什麼 因為我那天去試衣服的時候 老師說他之前的衣服都是給小燕姐啊 對啊 然後都是給我們無數就是很多的前輩穿過 所以我想說我在套上這件衣服的時候 我頭其實是有點 不會啦 你八娘很像是前輩 所以在講小燕姐的時候 他是在講我的年紀 對 因為早期就是小燕姐還有那個 我們說那個大小S 他們是有一些那個 好像六點半的時候 對 娛樂生活 因為那個年代我做的衣服 就透過剪裁做了很多像結構啊 換衣 然後慢慢慢慢就是每一季 其實都有一些不同的演繹 那到最近呢 就是 其實我首先也是要非常感謝 那個我們這個 未來 對 就是那個藝術未來 未來的那個張學孔 孔哥 他的邀約 因為他剛剛不是有提到 其實這個展示有很多年輕那個藝術家 那為什麼其實我已經不是 去看樣子就知道了 學姐學姐 然後就跟他走 在那邊 走 他就在那邊 也在那邊 走 那邊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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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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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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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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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